Ayo,兩世紀,天天龍克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緬甸人對上土耳其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於出身點位6點鐘方向的MBL 選擇到了緬甸人 緬甸人的特色是由於免費的伐木技術 而且步兵會隨著時代多增加一功 到地龍時代可以加4點的步兵近戰傷害 所以他的槍兵是非常可怕的 緬甸人他的騎兵路線比較特別的是 是有銀罐 這兩個有交換過 曼尼普爾騎兵可以對上弓兵增加傷害 主要是因為他的戰毛兵是非常非常悲劇的 沒有弓兵鎧甲,只有一擊的弓兵鎧甲 所以用戰毛兵打對方的馬攻時候也會非常弱勢 所以緬甸人還是要多靠自己的大落馬配上銀罐 曼尼普爾騎兵還有重裝騎士作為主力會比較適合 他的大象也是防污率有最高的大象文明 但是通常玩緬甸人會比較常看到是飛鏢騎兵 會更多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土耳其人這邊的特色 土耳其人特色是他的挖進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所以他打黃金兵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的槍兵跟毛兵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在前期的時候或是中後小 要特別注意這東西不能升級 所以不能按太多 馬攻的部分他還有白血馬攻可以做使用 血量最多的馬攻為名 後期可以轉出大落馬駱駝也是ok 馬攻配駱駝大落馬還有大衝車火砲也ok 火砲還有射程最有的火砲文明特性 整體來說 土耳其人就是需要用黃金去打出優勢的文明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目前地圖看起來 這個黃金的位置都有點偏正面 三塊金都是正前方 MBL這邊騷擾應該會稍微輕鬆一點 果子的話也會在後面 哇MIPER這一開始就是要圍家的意思嗎 有點想法喔 他並沒有看到這裡的墓區 那來看一下MBL這邊 MBL這邊的黃金位置 哇這個金很難受 這裡有個高地啊 這裡一定要圍出來一點喔 才行喔 這裡還要圍出來一些 這裡圍到底 這邊的話也要這樣圍這樣圍 MBL這邊是有點小天圖喔 而且是四片墓區 五片嗎 哈哈 如果圍死的話是五片喔 哇這個墓區相當多啊 而且有一塊黃金在後面 MBL這把地圖非常的舒服喔 但是這塊金很難受啊 非常的靠前喔 那野金的部分 位置也是比較偏向自己的 看起來MBL這把 應該是十拿九穩啊 感覺地圖上已經優勢非常大了 好MBL這邊是點下了封建實在 兩邊都是打了一個正常的開局 但是Viper好像有偷織布是不是 哇突然是偷了織布啊 這裡是打了一個十九匹 那MBL是打十八匹 所以可以看到時間喔 其實兩邊的升級時間是差不多的喔 但是Viper利用升級時間多了這一吋的經濟優勢 就會有小幅領先喔 Viper這邊經濟已經領先了大概快要八十多的資源 那就是細節累加的遊戲 誰的細節做的越好 再來是伊底果裡面的優勢喔 就越巨大喔 一上去敲了一個房子 加上一個馬舅 這樣就不會卡人口 Viper這邊細節做的很好 MBL這裡也是走落馬開 沒意外的兩邊落馬開的機率還是比較高的 好在這個時間點呢 緬甸人的槍兵傷害喔 就是3加1了 3是很高的喔 所以MBL這邊槍兵可以多出一點 對錯的話還有優勢 整體不虧 就端了一隻過來 OK 但是數量可以打贏體質上的優勢 現在看起來MBL喔 這裡要小心 Viper這邊看到了槍兵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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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槍兵還在戳 Viper戳掉了一隻槍兵 互換之後 開始往對手家裡拉去 這裡Viper會被抓嗎 沒有辦法 MBL這波並沒有抓到任何東西 欸但MBL剛剛抓掉了一村喔 露馬這邊擊殺樹一 抓到了一隻村民 但是Viper的村民術還是領先啊 是因為MBL這邊點下了輪軸 哇很早就點輪軸了 MBL 好這一波 船兵再過來 繼續給壓力 Viper點下了射箭場 那土耳其人封建實在是非常適合打工兵的文明喔 最主要還是因為他的挖進速度夠快 就算不走 這裡沒有辦法 圍起來 一定可以死 好這裡稍微打一下 要打嗎 不要吧 哇 YP這邊要硬上 好但是一槍兵又來 決定還是等工兵出來 比較沒那麼虧 那土耳其人的奴兵 待會也可以升級到正常奴兵 所以這邊打 工兵 好待會騎士 轉騎士或者是駱駝 都很適合 好MBL這邊也轉 出了工兵 但是決定要來按一些毛兵 好 趕快跑趕快跑 現在肉馬數量兩邊都差不多 MBL現在是 點下了一級射 Viper也點下了一級射 兩邊的農田 是差不多 感覺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看一下這波 MBL被點掉了一隻槍兵 殘血肉馬沒點掉 可惜了 現在臭名處 35對38 Viper先一些些 但經濟上來說 應該是MBL 應該會稍微好一點 因為輪軸技術 給的這個buff 是非常多的 那Viper在升城堡時代之前 有打算要點嗎 他看起來是不會點的 應該是會買個100食物 然後買賣一波 上去城堡時代 還是不買賣呢 我就去撒田 好MIP這波有點危險 房子會被敲掉嗎 好直接再多圍兩個房子 直接再補個人口 走 肉馬過來 打一下 回頭 槍兵這邊高打低 好又射掉了一隻工兵 MBL這邊壓力給的很不錯 確實有給到Viper一些壓力 這裡已經把房子直接補滿 好城堡時代點下 又補了一個射箭場 沒意外的話 待會上去直接打農兵 待會再轉馬弓 然後再配駱駝 好 全種已經點下了 MIP這個突二七的打法 很穩定喔 風箭時代並沒有堅持一定要打馬弓 而是正常的出了弓兵防守 所以才可以鎖得這麼好 好 MBL現在是一分鐘的城堡時代的時間 兩邊都不太敢打起來 好 MBL家裡花圍好了 正面這裡還沒有圍 欸 結果 這裡圍不起來嗎 欸 怪怪的喔 這個圍 MBL視野 有看到這個墓區 但是沒有往左圍 剛剛太專心打架 好MIP直接流進來 二級射 轉馬弓 奴兵不升級 奴兵只上五隻 不升級也OK 但是一定要換掉對方的弓兵 不然待會馬弓會很難受 但是好像換不太掉 哇這一波馬全部送光 土耳其的肉馬自動升級 好土耳其的肉馬會自動升級之外 還會自帶一點的遠防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MIP這邊的肉馬 現在遠防是多了加1 2加2的防禦力啊 那現在MIP轉肉馬的話 就可以搭配馬弓 去做機動性的壓制 肉馬配馬弓 騰兵時代也很適合這樣打 而且可以有效克制對方的生旅路線 那免甸人剛好的生旅路線呢 是半價的生旅科技 所以走肉馬配馬弓 確實是最適合壓制 免甸人的打法 而且馬弓呢 也可以去壓制住 對方走飛鏢騎兵的一個可能性 飛鏢騎兵的話 一定要數量夠多 才有可能打得贏這個馬弓 馬弓有這個射程上的優勢之外 還有射擊速度有拇指環的優勢 再來就是帝王之代 土耳其能有白血馬弓 整體來說的話 Viper可能越到後期越有機會 MBL這邊飛鏢騎兵 在城堡時代的優勢會更大一些 好還是要走騎兵路線呢 走攻兵路線 被大洛瑪貼的打很難受 好先點掉槍兵 洛瑪吃掉 上高地 紅兵在紅兵射 先點馬弓 用TC射掉落馬 還在點 點掉了一村 想硬抓一村 有 又拿下了一村 好這一隻馬弓沒有了 好結果這個牌婆這裡 被點掉了一村 這裡也被打破一個洞 馬弓剛回首 現在家裡有點炸裂 欸很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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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這個手不小心按下去了 這個手不小心按下去了 好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我們回到剛剛的畫面 這邊 這個洞準備都被打破 這裡第一個伐木場 被點掉了一村 這個算是 放送四孤嗎 突然手 手殘按到了 這個放塊 跟倒轉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這一波 進來點掉了一村 再來 兩村 三村 哇漂亮了 三村有機會嗎 MBL 四村五村 哇 MBL這邊爽吃 好現在突然一些人 這裡趕快收村 堵一下洞 OKOK 沒有流過來 MIPER現在家裡 爆炸啦 雖然村民術領先 但是現在這些奴賓 壓制力很強啊 馬弓要打贏奴賓 不太容易打得贏 好拉了一些騎士加馬 加馬功解決掉這邊來支援的工兵 工兵現在能出門嗎 感覺不太能了 好騎士再溜了過來 好我們去製造所補下 先補個奴炮吧 好這裡抓到一村 MBL這裡有爽賺 好換MBL難受了 家裡有主金直接被空住 哇 哇 死的死 慘的慘啊 講還好MIPER沒有彈道學 這一村拿得下來嗎 哇 沒打掉 反而多次的擠發箭矢傷害 還被射倒 哇靠這裡又TC 直接攔截大成功 MIPER損失慘重 這裡再圍 OK圍死 OK 土豬的去路 馬功全吃 好奴炮輸出 這波MIPER打得算是不錯 好 通信不下大學 現在黃金有點缺 主金被控制了太久 肉馬衝過來 直接砍掉一台銀炮 OK 現在這十幾隻的弩工兵 還想要繼續延續攻勢嗎 好左邊工程器製造所 好 點掉了一隻村民 放心不下採礦地 MIPER這波騷擾已經賺到了很多東西 抓了十一隻村民 所以說MIPER強攻路線還是很兇的 好 投石車來了 MIPER被打到有點難受 好 假設要補個修道院嗎 好 點下的彈道水 MIPER現在後面有一波攻勢 看這波攻勢能不能繼續延續剛剛的防守的氣勢 走進來 MBL這邊都在看在眼裡 好這裡想要鑽農田嗎 好沒有從左邊繞過去 好衝了進去 好騎士吃了一些傷害 看到TC 回家 這倒了一匹馬 OK 這個TC要趕快修理 好 好 VIPER點下了二級馬卡 家裡的奴賓 逼推的馬攻 馬攻只剩下四隻 現在 VIPER的馬攻 數量不是很穩定 好 來了嗎 後面這個 村民要被抓掉 有彈道學 村民在抖動 哈哈 抖掉了 哇 MBL這個很細很細 OK沒有TC了 現在主金挖不了 網路挖 哇 這裡黃金很難受 MBL這邊黃金 優勢還是比較大一點的 好 停下了手推車 馬攻上高地值 皆被射爆 好 剩下十隻馬攻 但是信息兵的遠防效果很好 直接手撕 工兵 哇這一點的防武力 增加之後 肉麻有點射不太穿 遠防武 肉麻怎麼打 都是兩滴血 這裡先點掉 騎士 就可以用肉麻全吃這裡的單位 VIPER這波打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OK 肉麻還在砍工兵 工兵要射穿這些肉麻 不要射到頭破水流了 好剩下兩隻肉麻能夠拿下嗎 MBL 那隻遠防實在是太高 射不穿 哇最後活了一隻 VIPER這波肉麻全吃 漂亮 二級馬凱真的是彈啊 成功 手下之後補下了成真中心 回頭補下 這波解掉之後 城堡補在了中間高地 那VIPER待會要補城堡的話 也要考慮補這裡了 好不然就是要往後再補一些 好現在馬已經丟到了後面 本來這裡要補城鎮中心 看到溜進來 就暫時不補 好MBL 開始抓飛鏢騎兵了 好飛鏢打馬功 好這掉這些馬 好左邊馬功 追溜的過來 再抓一下 沒抓到 VIPER的馬功優勢好像不是那麼巨大 MBL這邊防守做得很好 是不是VIPER今天走的路徑都被視野看在眼裡呢 應該是喔 地圖其實蠻亮的 到處都是哨戰 難怪MBL今天的防守 特別的穩 完全沒有被偷到的感覺 這個視野看起來相當舒服 這個就是細節 插哨戰真的是細節 把這邊哨戰拆一拆 還會偷偷來才不會被看到 兩邊都點下了帝王時代 VIPER還有1分半左右的時間 MBL則是2分半 殺了1分10秒左右 好第二根寶又繼續壓 MBL這個城寶打得有點激進喔 好左邊補下了一根寶 但這個城寶好像蓋得有點太慢了喔 好看一下這一波 MBL開始抓村民 奴炮串燒 OK 可是來不及城寶蓋好 這根寶能蓋好嗎 VIPER這根寶蓋不起來 被攻兵控 到特寶 Q了 雖然我地龍時代的優勢 但是有免費的化學 趕快按火炮就行 完蛋了完蛋了 VIPER這波 但是MBL家裡也已經BBQ 大洛瑪已經升級上去 自動升級大洛瑪 太香了 吐爾西 好等一下三級射 繼續控住這邊 跑去抓一下生女 魚 停掉 這一波MBL炸力是一團亂 可是VIPER的村民處暫時是落後的 好這裡肉馬繼續追 好城堡最後還是蓋好了 巨型頭C要按嗎 應該是得按 好那目前MBL這邊的村民還在被抓 但是村民處一直是領先 MBL這邊是TC開到了五個 所以城市中心非常的多 村民掉的不是很快 空間手怎麼在設哨戰呢 我要去救一下下面的馬功 好巨頭出來 要架起來打火炮嗎 這個肉馬直接流過來 想要直接手撕 應該是撕不掉吧 兩棟城堡 但是好像有點歪 有彈倒雪還是射歪了 然後目前看起來VIPER的自襲是騷擾 還是有做到點事情 這一波肉馬又流過來了 VIPER就是不停的把兵 往對方家裡 送 MBL有點被受到 大量的騷擾 有點難受 就一定要先補個槍兵 最近地獄時代的槍兵傷害也很可怕 基本上就是6加3 6加3 6加3 這6加4 好這裡點掉 6加3才對 這裡拿下 槍兵一出來 攻擊力就是 9點傷害者 這邊抓到非常多的村民 我的天 VIPER這波死得有點慘 已經被抓了12村 好但是我們剛剛開頭講的 VIPER這邊如果走馬功的話 易用時代白切馬功的優勢 可能會更巨大一點 現在射擊速度夠快 飛鏢西邊想要貼近 但只要一散開就沒問題 只要一散開 飛鏢就不太打得贏了 好這裡肉馬還在咯 OK 馬功 還在追 好收村 好收到了幾匹飛鏢奇兵 好肉馬直接過來 手撕蓋寶的村民 這個寶應該是修不起來了 安倍爾樓現在正面有點節節拜祟 一直在控飛鏢 飛鏢又抓到了很多村民 百分寸數有所下降 這裡蓋城牆 直接低調 哇靠這裡是直接打破的嗎 好像是打破的喔 飛鏢奇兵傷好像有點高 好這坨飛鏢終於被搞定了 現在MBL 家裡又重新補下了飛鏢 在毛兵槍兵的組合 槍兵可以看到 這邊是6加4了 點了一攻 那到了帝王時代 這是6加7全滿狀態 13點的傷害槍兵 非常可怕 這也是不用黃金啦 傷害還可以這麼高 好休息人點下了 才藝騎兵 白血馬功 準備要登場了嗎 送中馬功 還需要點下才行 好 艾克這邊火爆 推進到了城鎮中心 現在點下三井馬卡 還安占了戰術 那緬甸人遇到這個情況 走毛相夫 欸 有料喔 MBL有想法 所以大象 是這個遊戲裡面 最慘的大象為名 毛相夫 我剛剛想說 他走這種騎士 可能會好一些 可以去貼著 對方的馬功追著打 這個馬功出量是真的有點多啊 好 但是如果是用 大象配戰毛兵 是不是有料呢 好 點掉兩隻戰毛 抓掉了一村 兩村 牌克村民處 終於拉了起來 一百四十一村 對上一百三三 好MBL點下來二級馬卡 好大象現在是來到了九隻 房屋率現在是三加三 房屋率已經很高喔 但是點完馬卡 變成三加四 然後再來就是三加六 遠房九的大象 好 點了一些村民 有點人口太多 好 好點三加四了 遠房七 這個時間點 遠房就跟遊俠一樣了 這時候再補個三級馬卡 我靠 大象遠房 九點 馬功怎麼射 都是兩滴 好 現在的話是一滴 重裝馬功是兩滴 來了大象 大象 兔爾西人 不能升級槍兵 MBL 這個大象打得很漂亮 好 這是一炮打倒一堆戰毛 大象已經開始狂底 而且現在精銳戰象還擁有抗招牢的效果 這也算是對於所有的毛象復文明的一個重大buff啊 好 馬功完全射不穿這些戰象 太難受了 viper 怎麼打 射不穿 馬上扶三級馬卡也好了 遠房九點 打不動 就是打不動 只能一直被迫往後撤 MBL的大象打到了很好的效果 現在駱駝就算出來 可能也打不穿喔 好 MBL現在射大象怎麼射都是一滴 射了重裝馬功 才會變成兩滴傷害 好 駱駝趕快按 現在只能靠駱駝打大象了 好 但這個大象真的好強 到處碾壓 牆兵跟得過來 來 viper的家裡一片狼藉 好大象還在往viper的家裡灌 大象衝進來完全擋不住啊 這裡已經 完全炸裂了 村民沒有太多地方可以逃 真的往左邊開始奔跑 好右邊又補了一些飛鏢起兵 好這裡的大象問題終於解掉 來失敗朋友趕快轉生女呢 解了一隻 好MBL頂下了前程科技 大象攻擊城中心效果很快 好三台巨型托斯機 趕快攻城 但是這邊 緬甸槍兵很強 直接攔截了駱駝跟肉馬 viper的肉馬跟駱駝全部倒光 這一波MBL優勢還是相當巨大 矛相夫一登場 變之有沒有 看起來是有了 好左邊這個城堡 好 也要被拿下了 好 if這邊馬功還在拉扯 有了 看起來駱駝有點打不穿 但還是得用駱駝去解 不然真的完全打不動了 OK駱駝開始有點效果了嗎 viper點下了禁射孔 想來防守這根城堡 但是這個大象有點麻煩 一直想要去抓村民 viper在對方家裡一直被解掉 肉馬一直被槍兵給戳光 這把感覺又拿下viper了 viper應該是有點難打了 毛相夫已經把viper的經濟弄到的有點 難以追上經濟了 可以看到viper的經濟已經落後了非常多 損失了一萬的資源 村民就只能躲在城堡裡面 跟城堂中心裡面色色發抖啊 沒有 槍兵打大象就是這麼的難打 用駱駝打可能還會被換個55開 甚至有時候會被4-6開 這就是駱駝的打大象的問題 效果並不是那麼的好 好MBL點下了曼尼波的騎兵 這邊大象打完之後也可以考慮轉肉嘛 喔 好這裡馬公往後拉 現在 村民數 121村對上121 viper村民數沒有下降太多 再次毛相夫 已經讓viper耗費大量的手術 再拉馬公身上了 這看起來擋不太住啊 哇又有更多大象過來了 MBL這一波要正面進攻了 好這裡補了一堆哨戰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算是另類的BM嗎 哇viper被MBLBM MBL 你這樣OK嗎 他是不是叫viper趕快投了 很像很像看到他的視野 哇後面開始踩過去了 viper這一坨馬公還在拉 還沒放棄 黃金已經斷到頭破血流了 應該是沒辦法 去了 露馬一出來應該就沒了 約了曼尼波的騎兵打 攻兵傷害想高 只要打到五下 威力都很猛 好露馬看到到處繞 viper的臭屏只能收村 只要一直收村就沒機會 按BL 只要按肉馬 界面傷就已經贏了 遊戲了 從左邊還 好 Defend 現在 整人安遷馬公跟肉馬檔 And MBL 這邊的黃金也來到了極限 還是兩邊要打交土戰呢 不可能吧 MIPER的馬蜂還有42隻 這可能就是讓他不想投降的原因 然後3NBL這個經濟配置一人就是要 我要肉馬爆淹死你 86片田 大肉馬繼續撐 要噴到你的臉上 OK馬蜂數量開始慢慢下降了 38 38 巨頭偷打砸掉了一隻馬蜂 兩隻 好這個馬蜂只能在這邊 慢慢解冰 MIPER受不了打出了結局 我們恭喜MBL 打下比賽的勝利 哇最後是只用大量的 大象演過去VIPER啦 那VIPER這邊最大問題是文明的問題啊 沒有槍片升級只能用駱駝 只能打出了個55開 那一些情況下還可能會4-6開 那個黃金是越換越虧啊 只能說土耳其人到了後期遇到毛相夫還是只能靠生侶 但是他的生侶又很廢啊 並沒有硬殺技術 所以這也是VIPER可能覺得沒什麼機會能打的贏的關係嗎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讚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